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老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是在講霸劍蕭雲露 那在頁面張的微博他有特別講了一下目前的消息 不過這個消息已經算很久了 那我是今天才看到了 然後特別附上一個CG圖 應該只是男女主角 這男主角跟女主角 然後這邊有特別講說 之前我們有提到霸劍蕭雲露在送那個綁號 那這邊有特別講到說霸劍整體上人在後期打磨 與內側除錯的階段 那這個階段的期間另一個主要工作內容是 就是送神綁號嘛對不對 那送神綁號我記得在春節的時候 就已經有開始送了 然後再來就是也接受了建議做了非常大量的調整 那這個調整細節是什麼沒有特別講 然後要盡力求取在國內平台正式發行的機會 那這波從去年連末陸續進行到現在的調整 也花費了不少的時間精力 那目前總算是告一段落了 那目前就是一樣 在進行中的送神過程一切順利了 那除了防閘的文字與相關數據調整之外 那葉明章大大呢 他也完成一個了不起的個人成就 那這邊重點是說 他有一個夥伴離職 那對動作的時序比較敏感的 而葉明章大大呢 只好兼一下了優化戰鬥演出的工作 那這個優化戰鬥演出的工作呢 不曉得是不是用3C模組的感應器 去接在人體上面去做那個動作的 不確定 那這邊也有特別講到 順便調整原本過快的戰鬥節奏 那也有可能只是程式的部分 那在不務正業的猜事中 也終於在最近算是告一段落了 夏至小兵上至BOSS的數百組戰鬥動作 在他的人力範圍內 將所有角色的戰鬥與特技演出節奏 特技演出節奏與演出 都調整過一輪了 也就是說他可能就是把所有的敵人 或者是主角的戰鬥過程的動作 全部在優化過了一次 除了直接依照射想的節奏來演一個戰鬥特技之外 也盡可能提升演出的質量與打擊感 雖然確實玩出一些心得也感覺比以前提升更多 但這門工作還是需要專業的高手來說 才能達到最佳效果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好啦 所以這意思是說 會不如預期的意思嗎 不管怎麼樣 反正他出了我還是會買 那在等待送成結果的這段期間 包含我在內的團隊全體會繼續優化劇情演出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繼續優化劇情演出 各種細節與進一步豐富內容 只能說時間永遠不夠 雖然註定只有勞動沒有勞動節假期 我仍然在此與大家一起共度加減 這是5月1號發的 所以離現在是有點久了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繼續期待一下 希望可以趕快送神成功 讓我們可以趕快玩到這款遊戲 希望可以在七八月的時候可以玩到 那 那 真的是很期待 霸劍笑一路 天津節續作霸劍笑一路的近況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拜拜